哈囉 大家好 我是Bone 終於有時間好好坐下來跟大家聊聊天拍影片 因為我已經兩個多禮拜沒有拍影片了 自從去結完婚之後 發現我一大堆事情要處理 每天都是這樣一直跑來跑去跑去跑去 就是真的好累喔 一直到今天終於有時間好好坐下來 跟你們分享我最近的生活彩妝愛用品 這個單元也是有一段時間沒有拍了 那我就挑選了幾樣 我最近真的很喜歡的東西來跟你們分享 像是枕頭啊 然後掃把跟一些彩妝品 所以假如說你對這影片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第一樣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很喜歡睡的枕頭 就是這一個德國的纖維枕 那其實我自己平常喜歡睡的枕頭是比較偏硬的 那這個是我第一次嘗試偏軟的枕頭 第一個晚上在睡這個枕頭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不習慣的 因為它就是比較軟嘛 可是當我說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一直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 我覺得它變得非常的好睡 然後我很習慣這個枕頭的軟度 那它雖然說是比較偏軟的枕頭 但是我覺得它支撐度是非常的好 然後你看它的蓬鬆度 我睡了一個多月它完全都沒有變凹 然後也沒有變形 它的彈性是非常好的 那它這個枕頭其實睡起來跟 一般我們在外面住飯店那種枕頭睡起來的感覺很像 就是你躺下去的時候 從你的頭到肩膀這邊 你就會有一個非常好的包覆性 然後是可以很安心很好睡的那種感覺 它枕頭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可以水洗的 就是你可以丟洗衣機洗 然後你也可以晾乾也不用擔心它會結塊 我覺得這個還蠻衛生還蠻乾淨的 因為其實一般枕頭是不太能洗的 就是只能把它拿去曬太陽 然後把它這樣拍一拍 所以我覺得可以洗的枕頭 還蠻乾淨蠻衛生的 另外這個枕頭它還有一個就是 國際的那種仿製品的無毒標章 所以其實睡起來還蠻安心的 假如說你最近有想要換枕頭的朋友 這顆枕頭我自己是還蠻推薦的 就是真的超級的舒服 第二樣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用了再也回不去的魔法掃把 這掃把呢真的超級無敵好用 一般的掃把前面應該都是那種塑膠或是竹的嘛 那像那種掃把你掃灰塵啊 或是掃一些小小的東西啊 基本上你是掃不起來的 那又或者是說你遇到頭髮的話 它會頭髮完全在上面這樣纏繞 我覺得非常的噁心 但是像這種掃把 它完全不會有結塊的問題 因為它做的就是像這樣 有點黑黑軟軟的棉的感覺 要是你要掃灰塵啊 還是那種粉屑啊 小細紗 頭髮它都可以一網打進 像你要掃灰塵啊 掃粉層你不用擔心它會這樣滿天飛揚 它就是會結成一球一球一條一條在地板上 你就可以非常的好掃 所以我覺得用這個掃把掃地 你的地板會變得非常的乾淨 它是乾濕涼用 你可以拿來刮水 然後你也可以拿來掃地 所以我真的超級無敵喜歡它 所以自從有了這個掃把之後 再也不會想去買這種傳統式的掃把 因為這個掃把呢 真的太好用了 那像它這個掃把也不會很貴 我記得只要200多塊吧 我是在五金行買的 所以假如你有看到這種掃把的話 一定要把它買回家 因為它真的可以把地板掃得非常乾淨 我大力推薦 我現在好像購物台還是什麼家庭主婦台 一直推薦這種家用品 這個真的很好用 分享完了兩樣生活的愛用品之後 接下來要跟你們分享一些彩妝保養品的部分 那一開始呢 就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奪喜他們家的杏仁酸系列 那這個系列呢 我是從10月底一路用到11月中 將近快一個月的時間 我那時候就想說 欸我可以來改善一些我的粉刺啊 痘痘啊 或是毛孔的粗大啊 皮膚的粗糙感等等的 因為其實在婚前 我不太敢去嘗試雷射啊 或是給人家做臉 因為我怕留下傷口或是暗沉等等的 所以我想說欸用杏仁酸會比較溫和一些 那他們家的系列啊 有出化妝水啊 精華液乳液 但是我就只有使用他們家的化妝水 跟精華液的部分 請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他們家的杏仁酸化妝水 我覺得他們家杏仁酸化妝水的質地呢 算是還蠻水潤 然後蠻滑順的 用起來不太會有任何那種乾燥的口感 所以算是還蠻保濕的 不過化妝水杏仁酸的那個濃度其實是還蠻低 所以假如說你是完全沒有嘗試過杏仁酸 想要試試看杏仁酸的朋友的話 我蠻建議你們可以從這種非常低濃度的化妝水開始用起 像這種化妝水它的濃度偏低 所以相對來說它的效果也不會那麼那麼的明顯 它就是屬於那種非常慢速的來代謝你的粉刺 所以假如說你們是想要快速達到效果的話呢 我會比較推薦你們使用他們家的精華液 那他們家精華液呢 我分為四個的濃度 像是5% 然後10% 18% 跟30% 5%呢 會比較推薦給就是你初次想要嘗試杏仁酸原液的朋友 那10%的話呢 就是可以用來全臉當作日常的保養 18%就會比較深層一點的 那30%呢 就是那種急救的可心針對於那種大濃痘等等 或是非常嚴重的痘痘來做使用 自己平常用的濃度呢 是10%跟18% 10%的部分通常我都會是擠在手心中間 然後塗抹在我的臉部 要改善粉刺啊 改善毛孔粗大的地方 那他們家原液的質地我覺得非常的好吸收 就是你塗上去之後 基本上過沒多久他就吸收了 然後也不會有那種任何的黏膩感 一開始我在使用這個10%的原液的時候 其實我前幾天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但是過幾天之後你會發現你的皮膚會變得比較乾燥 假如說你沒有做好保濕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些脫皮的狀況發生 這一點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在使用酸類的時候 一定要做好保濕跟防曬 那接下來大概一個多禮拜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粉刺好像有越來越多 然後浮出來的感覺 然後那個時候你的肌膚狀況會變得比較不好 因為粉刺變多了嘛 可是當你在洗臉的時候 你這樣搓搓搓搓搓搓 你就會發現 欸你的粉刺好像被你搓掉了 又或者是說 當他的頭跑出來的時候 你這樣輕輕一摳就掉 完全不需要去擠他 你只要這樣洗一洗啊 就完全掉光光 然後大概到兩個禮拜三個禮拜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毛孔變得比較細緻 然後你皮膚比較粗糙 有一粒一粒的地方 會變得非常的平滑 那一陣子我就覺得肌膚狀況其實還蠻好的 那在使用10%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會爆出一些小小的紅豆 那這些小紅豆你不用擔心 然後你也不用去擠它 這時候呢 我就會拿出18%的這個濃度 來加強在我有一些長小紅豆 或是冒出痘痘的地方 因為其實它這個濃度比較高嘛 所以當我的痘痘在發炎 我薄薄的擦一層之後 隔天其實它就不會有那麼腫 也不會那麼的痛 所以18%這一關 算是我拿來加強一些 我比較有痘痘的地方 這兩個濃度對於我來講 其實已經足夠 我不需要用到30% 效果就已經非常的明顯 最後呢 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這兩樣產品我用起來的感覺 首先化妝水的部分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質地 非常好吸收的杏仁酸化妝水 但是它的濃度就是比較低 所以效果相對來講 不會那麼的明顯 假如說你們想要有效果的話 比較推薦你們直接使用這種杏仁酸的原因 它的強度會比較夠 那10%的部分呢 我建議你們可以當作日常的保養 來塗抹在你需要改善的地方 那18%的部分 你就可以加強在一些你比較 痘痘比較嚴重 或是粉刺比較嚴重的地方 這兩瓶搭配起來 我覺得效果就會很明顯 但是大家也不要急 基本上要使用到三個禮拜到一個月之後 才會一個非常明顯的感受到 你的肌膚會變得比較明亮 然後比較平滑 毛孔也比較細緻這樣子 假如說想要嘗試杏仁酸的朋友呢 可以參考看看多喜他們家的產品 我覺得效果還蠻明顯的 接下來呢跟大家分享我最近非常喜歡的蜜粉 就是這一款代科的蜜粉 代科的蜜粉好像也算是他們家經典熱銷的產品 但是我是第一次使用 其實我自己很少買日系專櫃的蜜粉 然後我買了之後才發現原來日系的蜜粉會這麼這麼的細緻 那我們家這款蜜粉分兩個顏色 是膚色就是米膚色跟粉色 然後也有分為有珠光跟沒珠光 但是它的粉色是有珠光的 所以只有那個膚色是有分就是有沒有珠光 那我自己的色號是10 就是完全沒有珠光的 打開給你們看一下 它打開之後會附一個粉撲 然後它是屬於這種一孔一孔色 所以我帶出去你就會發現它的粉就是 會灑的到處都是 所以今天你們還是把粉撲放在上面 不然它的粉真的是會一直灑出來 他們家這款蜜粉我為什麼那麼喜歡呢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粉真的很細 就是細到你塗上去之後會覺得 你的臉好像是變得半霧面 並不是那種全霧面的感覺 然後呢粉也不會浮在你的毛上 就是含毛上 也不會浮在你的臉上 它就是完全跟你的肌膚完美的貼合 連我自己當天結婚化的妝味 是請我的新秘幫我用我自己的蜜粉 因為它的妝感真的是 無人能敵 它這個粉的細緻度 我不知道該怎麼跟大家展現 我先直接抹在手上給你們看一下 你們看 看得到嗎 你看它多貼合肌膚 就是它是可以完完全全的在你的指紋裡面 好好待著嘛 然後抹在手上你就會感覺到一股 柔滑細緻感 我今天臉上也是用那款蜜粉 我拿鏡給你們看一下 你們看是不是很薄透 就是你完全是看不出來有任何粉感的 但是你的肌膚又不會是很油亮 就是有點偏霧面的感覺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款蜜粉 這款蜜粉它的控油效我其實沒有這麼的高 它是屬我覺得帶有點保濕感的 所以像是現在天氣比較乾了 我覺得使用這款蜜粉會超級無敵的適合 我自己呢是超級推薦這款蜜粉 價格也不會太高 但是妝感呢是真的非常高級的一款蜜粉 接下來要跟你們分享我最近很喜歡的唇彩 就是這個台灣品牌 Q 掉下來 Q賀他們家的霧面唇釉 其實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分享一些台灣品牌的產品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台灣品牌的東西 它其實真的很好用 只是知名度真的沒有這麼高 那這款Q賀的霧面唇采 是我近期用到的霧面唇采裡面 質地我最喜歡的一款 先給你們看一下 喔你們想要看試色的話呢 可以去看我的上一支影片 它的質地就是屬於這樣子 就是有點這樣子水潤油滑的感覺 它過一下子就會變成是全霧面的感覺 所以當你在上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它會有那種拉扯肌膚啊 或是很乾燥的感覺完全不會 因為它是帶有點油脂性的 這款霧面唇采其實我覺得它不太會顯唇 然後跟你的唇部的貼合度也非常的好 持久度呢也很不錯 然後在嘴巴上面的薄度啊 舒適度等等 都非常的高 不管是你要厚擦薄擦都可以 只是說這款唇油的唯一的缺點 就是它這幾個顏色 其實看起來都還蠻相近的 就是顏色上面選擇沒有那麼多 像是它就沒有一些裸色調 所以假如你是喜歡裸色調的朋友 那這系列的唇采其實就會還蠻不適合你的 但是假如你是喜歡那種色彩度 比較鮮豔的朋友 這系列的霧面唇 你就會非常的喜歡 這款霧面唇我真的還蠻推薦你們試試看 因為它上上去的效果是完全不輸那種歐美品牌的唇油 甚至是比歐美品牌的唇油還要再好用的 這個呢真心推薦給你們超級好用 最後呢要跟你們分享呢 我最近超常用的一款面膜刷 就是這個03E的面膜刷 它做的呢就是像一個這樣子掃把的形狀 然後前面是這樣扁平的設計 因為其實在婚前我很常使用泥狀面膜 片狀面膜或是凍膜 我要來加強我的寶石嘛 那其實用凍膜啊用泥膜 你都是用手去抹的時候很容易會發生 就是塗不均勻或是手沾的到處都是那種狀況 後來我就發現搭配這種面膜刷真的非常省實 然後又未深 像是凍膜的部分我都會直接這樣沾起來 然後這樣子塗抹 厚薄度自己也可以掌控 那泥膜的部分我是直接擠出來然後這樣勾了 就這樣塗 它就可以把我的面膜塗得真的很均勻 然後我手也不會抹到 就是我塗完面膜當下我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不用說先去跑去廁所啊把手洗一洗等等的 所以假如你平常是很喜歡使用動膜、泥膜等等的朋友 我真的很推薦你可以投資一支好用的面膜刷 會省去非常多的時間跟精力 就是真的很好用的一款面膜刷 像呢就是這次的生活彩妝愛用品的分享 那之後呢我會陸陸續續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有關結婚的影片 像是婚前的保養啊然後婚禮的佈置等等的 所以假如說到時候你對那些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回到頻道來看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